王林一生战斗无数 还是头一次遇到温斗 鲁夫子为王林解释 温斗分为三场 分别是炼气 悼念和神通 如今王林已经与鲁夫子 完成了第一场炼气 鲁夫子怕王林毁了自己炼制的法宝 伤了罗天修士士士气和自己的脸面 只能很不情愿的说是王林赢了 想跟王林继续玩第二场 第二场的炼制斗 阁下可改一届 鲁夫子神色阴沉 声音在这星空内回荡 温斗之争 王某燕了 王林摇头 目光在鲁夫子身上一开 落在了其身后 那面色苍白惊恐至极的血身子身上 缓缓向前走去 就要越过鲁夫子 直接取钱血身子 鲁夫子本就在第一场炼击之中 醉又怒火 此刻看到王林这举动 顿时怒急之下笑了起来 他双手一挥 立刻身体内就爆发出 第三步大能控也初期的全部气势 站在那里 就如同站在了星空之巅 其气势如风暴 随着鲁夫子风之本源的法宝 顿时就震动了星空 在其四周 狂风呼啸 竟有九条数万丈的风龙幻化而出 仰天咆哮 那咆哮之声惊天动地 好似整个罗天星空 刮起了一场绝天地的至极风暴 风声呼啸 转动八风 王林 你莫非真以为老夫不敢与你一战 你要站 那便站下去 鲁夫子怒笑之中 右手掐绝向着身前一挥 却见一道巨大的裂风 直接幻化而出 一把残剑直接一闪 出现在了鲁夫子身前 这残剑只有半截 但却有一股惊天锋利之气 在其上极锁而出 席卷行空 化作一股无法形容的剑技 直指王林 正是这把残剑 当年穿透了古神图四的八星漏身 更是在这残剑出现之后 鲁夫子双手掐绝 向着星空一指 星空轰轰 一股无形之浪横扫而出 把其身后那数万修饰 齐齐推动退出极远之外 与此同时 一幕虚幻之影 赫然就出现在了鲁夫子身后 那虚幻之影并非是人 而是一剑 风仙剑 整个风仙剑 证然就幻化在了鲁夫子身后 只不过这风仙剑 与王林当年所看完全不同 这幻化而出的仙剑 其内狂风虽说弥漫 但却没有半点残破之貌 其内仙气缭绕 无数仙人之影游走 大地更是没有半点崩溃 极为完整 可以清晰地看到 在那仙剑大地的中心 一座巨大的石门浩然耸立 诸多的仙人跪在那石门下 好似膜拜一般 真真仙气散出 刹那间就把整个 罗天星宇全部笼罩 还有一区区妙慢的仙音 也缓缓散出 落入耳中 立刻就有种心旷神异之感 众多的仙剑之兽 无尽存在 甚至在这仙气内 竟然还有一丝丝的香火气息散出 直奔鲁夫子而来 被其吸入体内 这风仙剑 正是鲁夫子成为第三部大能的关键所在 他成为三部大能所需的香火 正是从这幻化而出的风仙剑内获得 风仙剑 就是老夫修为之本 是老夫香火来源 你尽管肉身强悍 但没有到第三部 没有香火 我看你如何与我斗 且让你知晓 第三部大能为何会成为天地最强之修 这一切正是因为香火 唯有大能才可以施展的香火神通 鲁夫子已然下定决心要战 此刻庞大的风仙剑幻化在其身后 给他增添了无穷信心 且他身为第三部大能 自有其惊天的威压存在 亡灵目光如水 平静地望着鲁夫子 一目目神通幻化而出 气势转眼就达到了巅峰一般 神色没有半点变化 在他的眼中 这鲁夫子不行 他的瓶颈落在鲁夫子眼中 成为了一股神秘莫测之感 鲁夫子眼中微不可查的异扇 他猜测不出 到底是有什么样的手段 可以让这眼前的亡灵如此瓶颈 他即便在墙 也不可能是压制了修为 让我无法看出 此人直至现在都这般瓶颈诡异 我倒要看看 他凭什么如此镇定 这一切都是刹那间发生 鲁夫子前方残剑见解荒名 身后那风仙剑散出滔天仙气 化作一丝丝香火环绕在其身体外 此刻的鲁夫子 仿若是真正的仙人一样 气势如虹 他右手掐绝 向着下方星阵一指 顿时这数百颗修真星组成的罗天大阵 轰轰运转开来 阵阵星魂的气息 转瞬就弥漫在了星空拔风 随着星阵的运转 那星魂的气息越加攀升 刹那就撼动罗天星域 更是在不断的扩散之下 就连其他风与山三界 也隐隐可以感受这星阵的磅礴 此阵本是老夫为界外之地准备 今日你要战 老夫倒要看看 你在这星阵内如何去战 鲁夫子一头苍发舞动 一袍吹到 在其下方的星阵上 随着星魂气息越来越浓 一个个星魂气泉凭空出现 刹那就弥漫了四周 散发出一股惊天之势 一眼望去 整个星空遍布了无数星魂 这些星魂怀恼 仿而把这里单独开辟出了一劲 而王林正是在这星阵的最中心 王林小来与老夫一战 鲁夫子目光如炬 对方的镇定在其心中始终如梗在猴 让他很不舒服 此刻压下那种种猜测的念头 长笑中迈不直奔王林而去 风仙界在其身后轰然一阵 却见那无数仙人致影齐齐飞出 竟有一种众仙齐斩之憾 那残剑更是呼啸间 紧随鲁夫子直奔王林 下方的星阵轰转动 数百星魂环绕之下 也同时转动强 给人一种宇宙星空逆转 翻天覆地之汗 王林神色始终平静 在那鲁夫子来临的刹那 近眉星古神七星一转 七星古神那堪比第三部大能的强悍气息 彻底的爆发出来 这是王林在回到罗天后 第一次把这七星古神的气息 完完全全的展露出来 滔天而起 前行中的鲁夫子双眼瞳孔一缩 但却没有任何退意 转眼就临近王林不足五十丈 但在他的眼中 王林神色还是那一如既往的平静 这平静让人可怕 让鲁夫子无法猜测半点 他到底有什么神通 若只是眼前这气息 在我的星阵下 他不是对手 就在鲁夫子急所临近 脑中念头一闪的刹那 王林的叹息之声 隐隐传来 他右手抬起点在眉心 天皇炉轰然闪烁幻化 古弩灵动 王林言词一出 顿时一道油光 从那天皇炉内一闪而出 骤然间就出现在了王林身前 栽着灵动上人出现的一瞬间 在其上空 更有一道巨大的裂缝凭空出现 其内紫海滔天 无尽香火轰轰弥漫 第三步大能 鲁夫子的面色 从没有过得轰然巨变 他前行的身子 赫然彻底的停滞下来 其双眼睁大 露出无法置信之色 竟然还有一个第三步大能 这就是他的手段 让他如此镇定的最终原因 他 他到底是什么身份 竟然 竟然能有第三步大能为奴 饶使鲁夫子存活了数万年 也被这突然出现的灵动上人 震撼在了那里 他明白了 为了亡灵如此平静 为何面对自己种种神通 对方知识至终都是极为镇定 为何对方可以不在乎 自己一个人情 为何对方如此狂傲的 说出厌烦的闻斗 这一切 在灵动上人出现之后 他鲁夫子彻底的明白了 更让他骇然的 则是那灵动上人上空的裂缝 那让他几乎待在了那里的无尽香火 这香火之浓 超出了他的想象 这么多的香火 这第三步道友是什么人 界内第三步 我大都认识 绝没有此人 鲁夫子面色剧烈变化 他尚且如此 就更不用旁人了 严雷子在那漩涡内 神色呆滞 他嗅到几万年的震撼 全部加在一起 也没有今天之多 亡灵的强悍 本已经让他骇然 但他怎么也无法想到 亡灵居然还有一个奴仆 古奴 古奴 这两个字 但凡听到者 岂能不知这灵动的身份 若是寻常奴仆倒也罢了 对于修士来说 本是极为寻常 但这奴仆 却是 却是一个第三步大能 这种事情 就算是在界外太古星辰 也足以引起一场渲染大浪 更不用说 数万年难得遇到 一个大能的界内 就算是有人告诉 严雷子罗天星域 会在近日崩溃 带给他震撼 也远远无法超得过现在 那灵动上人的出现 其身后浓浓的奇异之力 还有其身体上 散发出的纳光 足以令星空颤抖 令一切羞世骇然的气息 纳在感觉上 与罗天老祖 几乎同样强悍 甚至还要超过一些的 磅礴为样 再加上鲁夫子那大扁的神色 无一步说明了一件事 此人 是第三步大能 严雷子心神轰鸣 一片空白 眼中露出呆滞 他 他到底遇到了什么样的造化 自身堪米大能也就罢了 居然身边还有一个第三步奴仆 第三步 第三步啊 我数万年 也只遇到了一个第三步鲁夫子 这无法置信 无法置信 严雷子脑海混乱 他无法去相信 自己看到的这一幕 一个第三步大能 居然是亡灵奴仆 那猎云子双眼几乎要裹出 呆呆地望着眼前的一切 似乎忘记了自己已经存活了万年 如同很久很久之前 自己还是凡人孩童之时 第一次看到修士的震撼一样 甚至彼之这种感觉 眼下他心神的撼动 还要多出无数倍布置 他无法想象 一个第三步大能 居然能成为别人奴仆 这几乎颠覆了他心中 对于第三步的狂热与重建 甚至更严重地说 这一幕 撕开了他心中 对于第三步修士那种 高高在上如至尊一般的 仙神面纱 这一幕让他知晓 原来第三步大能 也是修士 也可以 成为别人的奴仆 只是这种强行的撕开了面纱 给猎云子带来的冲击 却是如同一击肿创 让他身子颤抖中 喷出了一口鲜血 这亡灵到底是什么人 他是如何做到的这一点 他是如何让一个第三步大能 成为了其奴仆 他本身实力 就已然堪比大能 再加上这个奴仆 此人 此人在这阶内四大星域 已然踏在了巅峰 血神子完完全全的愣住了 他不敢去相信自己看的一切 甚至以他的修为 以他的年纪 本不可能出现的幼稚想法 此刻也在心中止不住的浮现出来 幻觉 这一定是幻觉 这天地间 极为罕见的第三步大能 令一切修士抬头仰望 站在了最顶峰的大能之辈 怎么会甘心成为别人奴仆 这不可能 只是 血神子的喃喃自语 却是被心中浮现的另一个猜测 直接崩溃 掀起了天崩地里一样的震撼 若不是心甘情愿 莫非还能是这亡灵强行 收复不成 此事不可能 他尽管修为堪比第三步 但怎么能去强行收复 那是第三步啊 第三步大能 整个罗天 老夫这一生 也仅仅见过鲁夫子一个大能 他三人已然背着灵动上人的出现 待在了那里 远处那被幻化而出的风仙节 推出很远的树岸修士 一个个更是从之前的安景中掀起大了 轰然纷扰起来 能成为雷仙殿修士 能被留在这里加固阵法之北 修为没有弱者 他们清晰地感受到了 来自灵动上人身上那股惊天动地的围扬 在这围扬下 他们甚至站不为身子 恐惧如潮 在骇人之中滔滔疯狂而起 是第三步吗 能让老祖色变 能让老祖前行步伐骤然停顿 这莫非真的是那传说中的第三步 与老祖一模一样的气息 这绝对是第三步修士 惊声哗然 在这星空内疯狂地回荡 越来越激烈 最终几乎成了雷霆一般 轰鸣弥漫 这惊人的一幕 让所有人都不敢去相信 这已经超过了他们思维的全部力气 一或者说 这一幕 他们就算是做梦 也都绝难想象得到 鲁夫子面色苍白变化中阴沉如水 眼中露出一丝疯狂 他大袖一甩 仰天发出了一声大号 口声哄哄 把四周数万修士的骇然之音 全部压下 使得这星空再次只剩下 奇异人之音 老夫小看了你 你居然收服了一个第三部大能为奴 此人修为与老夫不相上下 更有远远超过老夫的香火 单单此一人 老夫就不敌 鲁夫子的是声音回荡 落入这里每一个罗天修是耳中 但老夫就算是不敌 也有把握与你等一战 老夫在数万年前就天资其异 若非香火限制 修为早就应到空涅中期 乃之后期 虽说碍于香火 修为停滞 但老夫这数万年来 却是以莫大的坚毅 炼制了数剑法宝 同时 以这星阵之力 也足以与你一战 鲁夫子声音轰轰 大袖一甩之下 其身下那磅礴的星阵 爆发出了之前数十倍的气息 这气息轰鸣 形成一个巨大的风暴漩涡 横扫星空 轰隆隆的巨响 在这星空内疯狂的回答 其中更有那些 被之前灵动出现惊骇的修是 重新焕发了狂热的呼号 罗天老祖 罗天 罗天老祖 罗天 这种种声音 在刹那就连成了一片 这是数万修士的咆哮 是数万修士在那 心神都要崩溃的恐惧之中 发出了一声振奋自己 振奋罗天的声音 声音如红 淘淘惊天 与那风暴的轰鸣交错在一起 形成了一股无法形容的气势 更是隐隐的 居然有一丝丝香火之力 赫然地从这数万修士天灵飘出 直奔鲁夫子而去 鲁夫子仰天一声长啸下 神色极为凝重的右手 向着下方星阵一致 轰然一下 那星阵的所化的风暴旋转中 一把千丈大小的长枪 忠然间幻化而出 更是在长枪之后 还有一把漆黑的屠刀 随之而泄 屠刀之后 一串道珠九颗连圈 急急闪烁 转瞬之间 便有十八个法宝 一一出现在了这星空的风暴内 每出现一样法宝 就惊人之力爆发出来 风暴内凝聚出了一股 无法形容的力量 直逼亡灵与灵动上人 更是在亡灵的耳边 那数万罗天修饰的咆哮 生生入神 罗天老祖 老祖罗天 鲁夫子身上的气势 在这刹那中达到了极限 他停止的身子 默然抬起 向前一步迈去 直奔亡灵 与此同时 其身后那风仙剑内 无尽仙人虚影 齐齐冲出 远远看去 竟形成了一道银河 落九天之势 还有那残剑 更是及时钟瞬息 就临近亡灵不足十丈 那必然的剑气 直指亡灵没心 但就在这刹鲁夫子 好不容易重新鼓起勇气 压下心中 因灵动出现的震撼 带着一战的决心 临近亡灵的一刹那 变果 扑声 亡灵平静地望着 那在急速来临的鲁夫子 眉头轻皱 缓缓开口 过努周简 一声惊天狼嚎 从天皇炉内疯狂地冲出 回荡星空 引起轰隆隆的巨像下 周简的身影 从那天皇炉内 一步迈出 在其出现的瞬间 有一股第三步大冷的气息 惊天动地而起 这气息充满了一股暴灭与血腥 配合周简那赤裸的上半身 顿时就给人一种蛮荒凶眼之感 在周简的身后 一头万丈大小的血狼嘶吼而出 赤红色的狼目 死死地盯着鲁夫子 鲁夫子本以为 之前的震惊已然是极限 但此刻才知道 与方才相比 这一切又算得了什么 他心中翻弃 无法形容的惊骇之浪 身子下意识地急急退后 竟不敢逼近 把残剑临近亡灵的一刹那 顿时就发出轰鸣 仿若被一股大力冲击 生生地挤压在了上面 轰蓝间无法再前进 更是发出振振不堪承受的卡卡之声 骑上瞬间就出现了一道道裂风 骤然倒卷而退 这残剑不得不退 他可以穿透拓森的肉身 但却没有资格 同时面对三个大能的存在 他即便在风里 也仅仅是残剑 也必须要退 此剑有灵 一声淒厉的惨叫回荡下 剑内之灵四倍重创 瞬息回到了鲁夫子身边 剧烈的颤抖 仿如修饰一般 用了恐惧一样 还有那鲁夫子身后的风仙剑内 那无尽仙影直奔亡灵的瞬间 周锦出现 与那灵度二人同时向前迈出一步 第三步气息轰轰而起 向火之力滔天回荡 无形的碰撞 在转瞬之中千万次的展开 那幻化而出的风仙剑 轰然一阵 冲出的所有仙影 如烟尘一般被狂风横扫 顿时消散的一干二净 甚至幻化而出的风仙剑 也在周锦与灵度二人的 惊天威压下 直接崩溃 那风仙剑四分五裂 骤然消散 只剩下其下方 那面色苍白 眼中露出超过了之前 震撼的滔天惊骇之色的鲁夫子 不是一个第三步奴仆 是两个 两个第三步奴仆 这这这 鲁夫子整个人如颜雷子等人一样 彻彻底底的待在那里 眼中露出浓郁到了极点的无法置信 他瞬息间就如同冷水淋头 身子一颤之下 失去了一切战斗下去的心思 这已经无法去战 不能去战 不敢去战 尤其是那周锦身后幻化的血狼 更是让鲁夫子想起了一个传闻 此刻鲁夫子的全部心神 都在这突然出现的一幕中 轰轰崩溃 这剧烈的变化 出乎了他全部的预料 他做梦也想象不到 亡灵平静的背后 竟然有如此惊人之势 三个大能 他根本就没有站下去的力气 就算是有星阵帮助 但此刻星阵还不完整 如何能与三个大能开战 压倒性的强势 如山崩一样 直接将鲁夫子的心神压垮 再没有了任何挣扎之力 只剩下了那难以相信的震撼 以鲁夫子的修为 此刻苦涩中 呆呆地望着眼前的一切 他知道自己犯了一个巨大的错误 这个错误 很有可能致命 他错误地估计了亡灵的修为 在亡灵刚刚回到罗天时 鲁夫子便认为 对方能与自己一战之力 且自己轻易不要招惹 对方能有本事重伤自己 配合其种种法宝 二人最多 也就是平手罢了 谁也无法压过彼此 门都被打断 亡灵的镇定与平静 给鲁夫子带来了 很大的压力与猜疑 他索性一战 幻化了风仙剑 拿出了最强之宝 更是引动了新阵 他本以为这一切 就算是对方超过自己一丝 也必须要退 但随着灵动的出现 鲁夫子骇然地发现 自己的猜测竟然再次出错 对方的阵地 赫然就是来自于 其有一个第三部奴仆 这种事情 超过了鲁夫子的预料 但鲁夫子尽管震撼 可却激发了一战的决心 他自认为这一切 就是亡灵全部的杀手锦 对方再没有可能 会有其余的手段 而他还有星阵 有星阵相助 今日之战 同样可以勉强持平 只是周锦的出现 却是如崩溃其心神的 最后一股力量 彻彻底底地 将鲁夫子的信心瓦解 更是给他带来了 无法想象的震撼 他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 亡灵拥有的第三部奴仆 不是一个 而是两个 尤其是这第二个 更是几乎打倒了 空涅初期的巅峰 距离空涅中期 已然不远 鲁夫子面色惨然 脑中在这一刹那 一片汶汪 星阵内 那幻化而出的十八种法宝 此刻在周锦与灵动外出的瞬间 立刻就被二人身上 那震动星空的第三部气息逼迫 急急倒卷后腿 这阵法 毕竟还没有完整 无法面对包括亡灵在内的三人 周锦的出现 在掀起滔天之浪的刹那 其身后那血狼仰天嘶吼 声音向着八方传开 落入那数万刚刚鼓起 勇气咆哮的修饰耳中 如同卡住了他们的脖子与原神 带给了他们一股几乎致命的恐惧 他们被鲁夫子之前的豪言激发的信心 直接崩溃 两个第三步修饰为奴 这王林 他到底是什么身份 他怎么能做到了这种程度 眼泪子脑海已经失去了一切思考的能力 这短短的时间内发生的所有事情 让他就连震惊都麻木了 只是尽管麻木 但周锦的出现 还是让严雷子脑中一阵刺痛 两个两个 或许还有第三个第四个 严雷子目中茫然 难难自语 烈云子的目中 同样弥漫了太多的茫然 他正正的望着前方 就连思绪也都消散了 这种事情 他已经不会思考了 任何一个界内第二步修饰 看到这一幕 均都会吓破了心神 两个第三步大能为奴 海人听闻 血身子心神砰砰 眼中露出绝望 他怎么也想象不到 居然会出现这样的一幕 尤其是看到就连鲁夫子都后腿 这天大地大 却给了血身子一种困扰之感 更是在这一瞬间 在周锦与灵动陆续出现的刹那 他们身上那两股 第三步大能的气息 横扫螺天 冲入到了其他三大星域之内 云海星域 神宗密室 水稻子正盘膝打坐 其神色平静 伤势已然恢复 但就在这时 他猛的睁开双眼 梦内骤然就露出震惊之色 其身子更是下意识的战气 转头直接看向远处 即面色转顺大扁 神色充满了无法窒息 同样在这神宗内 一间被封印的巨大阵法中 一个绝美的女子 低着头盘膝打坐 一头长发披散 使得此女身上 透出让人怦然心动的美丽 她盘膝中 似乎没有察觉 那是水稻子骇然的气息 一直避着双目 默默地打坐下去 云海星域内 第一阶星物中 有一片不大的碎片大陆 这大陆上没有任何凶兽与凡人 一片荒凉 在这大陆的深处 有一处山谷 山谷内 有一个身穿红衣的中年男子 默默地盘袭而坐 在她的身前 妖宗宗主 妖宗大长老树人 恭恭敬敬地半跪在那里 似等待着前方 这个红衣男子的一个回答 突然 那红衣男子睁开双眼 一股惊天的气息 从其身上刚一爆发出来 便立刻收缩 最终压制的半点不剩 她望着远处 许久之后 缓缓开口 此子就是那迂腐的封界之尊 依托之人吗 很不错的小家伙 联盟星域内 被封印的余仙界内 闭关疗伤的清零 在其数百年的打坐中 突然睁开双眼 带着一丝疑惑与震惊 看向人处 在其身前 一脸缩然的司徒男 同样盘袭 此刻睁开双眼 金光在其目内一闪 露出迷惑之色 余仙界内 有一尊石像 这石像在仙界最高之风 石像下 数百年来 只有一个人常年盘袭 此人是一个中年男子 一身黑衣永久在身 黑发披肩 露出阵阵肃杀冷漠的气息 这中年男子 那冰冷的神情 赫然与早年的王林 几乎一模一样 这山峰 是他亲自滑下的禁地 就算是司徒男要上来 他也绝不允许 就算是那清零之女 青霜与周易 同样不行 甚至就连清零要来 这黑衣男子也敢出手 这一切 只因为当年王林临走时 与他说的一句话 看好这个时下 任何人不得去碰 此刻 这黑衣男子 双目寒光一闪 身子漠然一颤 神色隐隐露出 惊天的激动 他猛的抬头 好似看向远处 尽管看不到 那心中的身影 但他却凭着 冥冥之中的联系 似感应到了 那身影的存在 与仙界内 一片草地之上 仙草弥漫 还有阵阵花香 一个身穿白女的女子 默默的盘膝 坐在那里 在他的身前 还有一只硕大的老虎 这老虎懒散地趴着 视而翻起眼 看向身边的女子 更远处 一座好似被冰封的山峰上 还有一个女子 如万年不化之霜 迎着寒风 盘膝而坐 他默默地望着远处 神色很是冷淡 在这山峰下 有一间茅屋 院子中 站着一个青山男子 这男子身上透出沧桑 但可以看出 既年轻时很是英俊 他的身体尽管存在 但看去好似灵体 没有实质一般 他站在院子里 抬头望着山峰 梦内露出一股 存在了数千年的痴情与无悔 同样是联盟星域 在那被彻底封死的 修真联盟总部内 一声声愤怒地咆哮 带着凄厉的声音 丝毫了数百年 杀杀杀杀 我要杀光这天地 一切生灵 我要杀一个石破天惊 联盟星域内 世音宗所在之地 一道如实质 足以崩溃星空的目光 骤然闪出 遥遥地看向罗天 光界之尊当年的约定 就是他吗 罗天幸运内 磅礴的星陈中心 王林还是以他那平静的目光 望着鲁夫子 他没有去羞辱对方 而是缓缓地向前走去 从鲁夫子身边走过 走向待在那里的血身子 鲁夫子面色苍白 愿由王林走过 再没有了半点阻止的念头 其神色之复杂 透出浓浓的苦涩 这鲁夫子当年在朱雀星 古神之地 曾对王林有所帮助 尽管那时的鲁夫子 仅仅是一种如凡人起星 宋楼依过河的思绪 但王林不会忘记 故而他同意对方的纹斗 也不打算彻底地 撕开彼此脸面 算是还上一个人情 否则的话 以他的修为 断然不会如此 本意欲以这纹斗 给鲁夫子一个退路 但那鲁夫子却是一事逼人 引起了王林的不难 王林索性不再纹斗 换出了灵动与周紧 给了鲁夫子一场 难以想象的震撼 从苦涩的鲁夫子身边走过 王林慢慢踏入进了那 挺直的漩涡内 斜身子的面前 斜身子面色惨白 在王林来临的刹那 他骤然尖笑一声 双手掐绝之下 却是要垂死挣扎 其身子更是急速退后 大袖一甩之中 他身后顿时就以 妖气轰轰而出 却是一个虚幻的妖眼 直接换话 这妖影刚开始上海模糊 但刹那间就凝视起来 化作了古妖的样子 这古妖的左膜女 六颗星点积极闪烁 其近百张大小的身子 通体散发幽光 在那妖气下与血身子 一同发出了一声惊天力笑 王林神色如常 目光穿透血身子 冷冷地落在了那古妖身上 在王某面前 你也敢反抗 王林眉心股神星点旋转 道骨气息轰然扩散 在其身后顿时 就纳到骨头颅幻化而出 以一种看足中小辈的威严 直接扫去 血身子心神轰轰 王林的目光 与其身后到骨头颅的目光 融合在一起 在血身子感受 自己的双眼刺痛中 耳边嗡鸣 血身子惨叫中 喷出一口鲜血 身子一颤之下 退后的脚步骤然一顿 竟在这目光下 不敢一动分毫 他清晰地感觉到 自己的皮肤 好似被生生地包开 露出了血肉 这血肉在对方的目光下模糊 似要脱离自己的身体 展露出那血肉内的森森白骨 甚至就连他的骨头 也在这目光下 发出卡卡之声 寸寸崩溃 清晰地露出了 这具肉身下的元神 杀你 了却王某两桩因果 那第一桩因果 自然是当年追杀之病 第二桩 则是那姚家女子梦中亡灵的承诺 我来帮你 简单的一句话 似从八百年前引引回荡过来 血身子惨叫之中 其撕裂的肉身内 那惊恐的元神上 有一道血线 自着元神眉心出现 向下垂直延伸 越过其颈 越过其胸 直接沿着腹部 骤然间 那血线一闪 血身子的元神 从中间一分为二 在其元神撕裂的刹那 其肉身轰的一响 崩溃成为了血肉 在这停止的漩涡内 在亡灵百丈外 四分五裂 血身子的死亡 并没有结束这一场事端 在其肉身元神 被撕裂的刹那 一股浓浓的妖气 从这血身子体内轰轰而去 赫然间 这妖气就与那之前 虚化而出的妖影融合 一尊百丈大小的巨大股妖 刹那就出现在了这漩涡之内 这股妖左目六个星点 急速闪烁 在其身上 除了那妖气纵横外 还有一股浓浓的血腥 与腐朽的气息 一声尖锐的嘶吼 这股妖百丈身子 积极向后退去 其神色猙獰 透出一股惊恐 他早在很久之前 就与血身子融合 借着血身子疗伤 当年更是清晰地察觉到 亡灵体内的古神气息 尽管那时的亡灵 还是分身存在 本尊远在联盟 但依旧引起了这股妖的在意 他指引血身子 借着姚家族人被人的影子 要去擒住亡灵 通过其魂吸取古神气息 古之三族 气息虽说不同 也很难转化 但多惜一些 总归是有好处 可以缩短其疗伤的时间 但他却怎么也想不到 当年的举动 成来了今日的恶果 此刻退后中 这百丈古妖 双手在前连连会晤 阵阵古之言辞 化作咒语 形成了一片滔天神通 五光石色下 蕴含了浓浓的妖气 直奔亡灵而去 九条妖龙幻化 仰天咆哮直奔亡灵 妖龙之后 九十九尊巨大的妖气闪烁出现 横扫之下 妖气遮空 一声声嘶吼弥漫 却见每一面妖气内 都有一个巨大的妖影争鸣冲出 直奔亡灵吞噬 在这妖气后面 999滴暗红色的鲜血凭空幻化 成为了血剑极极冲出 那每一滴血液内 都有无尽魂魄尖锐之音 这些魂魄 全部都是姚家万年来的血脉之人 蕴含了龙王的妖气 更有剧毒存在 此刻冲出疯狂的逼紧王林 这骨妖此刻已然偏了一切 他知晓这一战 自己必死无疑 但却不甘心 王林根本就没有让 灵动与周锦出手 冷冷地盯着那 不断退后的骨妖 右手抬起向着前方 直接打出一拳 这是他在兴阵范围内 在数万修士面前 在那鲁夫子的亲眼之下 打出的第一拳 一拳如骨 倒进苍天 在这一拳轰出的瞬间 王林身后 那的骨头颅骤然扭曲 竟从王林身边穿过 直接融入到了 王林右臂拳头之嫩 轰鸣顿起 那轰隆隆的巨像 传遍星空 整个星空在这一刹那 都停止了运转 在数万修士的目睹下 在那鲁夫子回头的看去中 在那眼雷子猎 人子阿人急速后退下 这一拳浩荡而起 那百张鼓腰凄厉的尖叫中 施展的种种神通 在这一拳之下 轰轰崩溃 最先崩溃的 便是那九条妖龙 这九条妖龙如大风扫过 身子迅速消散 至于刘娜咆哮的回音 似还在这星空回荡 但却瞬间被王林的一拳 就连回荡的鱼音也都愧疚 九条妖龙之后 便是那九十九感妖旗 弥漫之下 冲出的诸多妖影 他们嘶吼的声音 在这一拳下嘎人而至 远远看去 王林这一拳挥出 其右手在身前一动不动 但却有一个巨大的虚幻拳影 从其拳头上扩散 直奔前方 崩溃了妖龙 撞在了这九十九个妖影之上 这些妖影齐齐一阵 全部崩溃 紧随妖影之后的 便是那九百九十九道血滴 如血溅而来 全部落在了这虚幻的拳头上 但却如同雨水一样 在落在拳头上的瞬间 蓬蓬爆开 丝毫无法阻挡这拳头半点 轰轰只声回荡下 王林这一拳事无破竹 粉碎了一切 与那九千九百九十九道黑针临近 但这些黑针尚未碰到拳头 便被一股反振之力冲击 赫然倒卷 随着这一拳 反攻那股妖 这一切都是刹那间发生 那股妖尖叫中不断的后腿 双手合十之下 猛的抬起 凄厉的声音惊天动地 王族法器 妖刀 藏土 在其声音传出的瞬间 一道紫色的光芒 凭空出现在了这 股妖抬起的双手 合十之上 这紫芒透出浓浓妖气 转眼就化作了一把巨大的镰刀 这镰刀通体紫色 妖气狐小间 传出一股极为锋利的气势 更是在那妖刀中 赫然就由古妖星点闪烁而出 这古妖星点 竟能存在于这妖刀之内 足以看出此刀不凡 随着古妖双手 向着下方狠狠的一展 在那尖锐的嘶吼中 这妖刀紫光滔天 化作一道巨大的弧形 直奔王林虚幻的拳头斩下 王林双眼一亮 他没有料到 对方这小小古妖体内 竟然能有古妖王族法器 长笑中 王林挥出的拳头五指张开 在那妖刀来临的刹那 一掌抓去 转瞬之中 那紫光妖刀就以王林的手掌 轰然的碰到了一起 一股巨大的冲击掀开 向着四周横扫 王林虚幻的手掌 一把就抓住了那妖刀 任由此刀如何挣扎 也无法从其手掌内挣脱出来 被抓住之下 只有那阵阵嘶吼一波波传出 那古妖惨叫中 喷出一口本命之气 身子急速后腿 眼中露出绝望 在那冲击之力的推动中 这漩涡轰轰震动 唯独王林的身子 站在那里一动不动 就连神色都没有半点变化 只是一头白发吹起 衣衫吹打而已 在他的身后 灵动善人与周剑二人 默默地站在那里 灵动神色平静 他是被王林亲自恋化 不可叛逆 那周剑毕竟是一道骨气势 强行逆转 此刻看下王林的目光 有些复杂 王林越是强大 他的复杂便会越浓 只是眉心的骨弩印记 却是死死的压制其原神 容不得他有半点反抗 那道骨的气息 如同大山 在其面前 终尽有种蝼蚁的感觉 刀是好刀 唯独用刀之妖 有些弱了 王林右手一挥 顿时那被虚幻手掌抓着的摇刀 直奔他而来 被他拿在了手中 与此同时 那六星骨腰 更是在王林一挥之下 身子急速颤抖 仿若王林身体 有一股巨大的吸扯之力 让这骨腰无法再退出半点 身子不受控制的 就被急速拉进王林身前 在王林收起了那腰刀后 一把就抓在了这骨腰的脖子 这骨腰尽管有百张大小 但在王林右手抓去的刹那 其身子却是急速缩小 最终化作常人一般 被王林死死的掐在了颈部 骨腰在这生死危机下 顿时惊恐的尖叫起来 不要杀我 我知道一个秘密 一个惊天的秘密 这秘密与姚家有关 你若能去往那里 可以让你获得一样神通 三命神通 王林双目一闪 并未理会着骨腰 而是回头看向了 那望着王林一拳之威 面色苍白的鲁夫子 原来是这个原因 使你阻止王某了去因果 鲁夫子沉默 半想之后沉生道 的确如此 眼下道友既然已经擒住此腰 老夫还要继续备战 不送了 尽管王林身边有两个 第三部大能之奴 但鲁夫子毕竟是第三部修士 自有其傲存果 虽说震撼 但想要让他低下颜面 却是绝不可能 王林向着鲁夫子一抱拳 脸上露出微笑 今日之事 界外一战时 王某会有所报答 鲁夫子倒有莫要介意 王林态度始终如意 对于鲁夫子 也是没有趁势屈辱 这鲁夫子沉默片刻 暗叹中神色缓和下来 挤出一丝笑容 向着王林保全 王道友能有这等修为 是我借内之福 老夫甘待下风 只是有疑问不解 你这两 两尊大能道友 可是来自 鲁夫子没有全部说出 只是一点星空尽头 王林含笑点头 其身后那灵动善人目光 落在鲁夫子身上 向其一抱拳 沉声道 老夫灵动 界外太古星辰 灵动族老祖 鲁夫子尽管有所猜测 但此刻听到灵动的话语 仍然动容 灵动族老祖 灵动族在太古星辰 不算大族 只有区区一万族人 灵动善人收回目光 平静地开口 这位是 鲁夫子向着灵动一抱拳 尽管对方是亡灵之奴 但在鲁夫子眼里 对方同样是 与自己等同的大能道友 抱拳之后 鲁夫子看向那沉默的周锦 周锦 界外太古星辰 奉天狼族老祖 鲁夫子一听此话 虽说是在星空之中 可还是深吸口天底元气 他之前看到周锦身后的血狼之影 便有了猜测 他很早之前听说过在界外 有一个足落 侍奉虚幻天狼 是太古时期一个庞大的部落延续下来 这个足落之人 神通与狼鹰有关 因其传承久远 故而相伙之力浓郁 可出三不打能 此刻听到周锦的话 鲁夫子立刻就确定了对方的身份 这亡灵竟然曾去了界外 更是从界外 收了两个足落之祖为奴 鲁夫子看向亡灵的目光 顿时不同 他身为三不打能 更是清楚能让自己支辈成为奴仆 此事有多艰难 这日千军万马中去迪江手机不同 这是直接过去 将人恋化成怒 以鲁夫子的修为 自然看出 无论是灵动还是周锦 内心都有同样的一个符文 显然是被亡灵强行恋化成了弃奴仆 尤其是亡灵此刻 毕竟还没有真正成为第三步 如此一来 其难度就更大 那灵动族没有听说过 但这狼族应是界外大族之一 这亡灵不简单 他在界外到底都做什么事情 想来一定是惊天动地 鲁夫子一生很少佩服人 但此刻 他内心对于亡灵 却是起了敬佩 鲁夫子一嫂之前的阴沉 抱拳问道 王道友可是去了界外 之前便是从界外回来 鲁夫子的变化 王宁看在眼里 他本也不是那种不讲道理之人 对方与他无冤无仇 虽说自己秀为高深了 更有两个大能奴仆 但也不会嚣张跋扈 而是彼此客气对待 之前云海星域妖宗 神宗同时传出封命 以当年封界之尊一诏 传告整个界内四大星域 界外太古星辰蠢蠢欲动 有了再次发起 入侵我界内的迹象 我界那几个大能联手 打开了四大星域的壁垒 使得四大星域可以通行 再无封锁 四大星域同时备战 准备对抗界外的欺辱 老夫对于界外仇身四海 当年界外第一次入侵我界内时 老夫曾是雷仙界一个小小先军 亲眼看到了那场至今难忘的惨战 今日听到道友从界外回来 想必对于界外各个足落极为了解 仅仅此事 就可让我界内知晓 那些外之民的数万年来的变化 封界大阵的存在 使得界内知休 大都处为茫然之中 并不知晓风阵与太古星辰 唯独小部分人知道 但却不敢前往界外一谈 孤儿这数万年 消息闭塞 这对于战前来说 是极为致命之事 王林的话语 让鲁夫子完全的不再去考虑 二人之前的紧张 大笑起来 王林含笑开口 界外之事 王某应该掌握了一些 王道友可还有事 若无事 不如你我二人畅谈一番 老夫有当年仙界遗留下的好酒 自己都不舍得喝 今日爽快 你我畅演如何 鲁夫子哈哈一笑 向着王林单手一饮 此刻的他 似乎忘记了 方才还说出不送之语 王林收起手中骨腰 略以沉吟 这戏剧性的变化 让四周那数万修饰 一个个目瞪口呆 就连严雷子与猎人子二人 也是有些反应不过来 但这二人毕竟是成名之辈 看出了鲁夫子是真的高兴 略以沉吟 便也猜到了一些鲁夫子的心思 鲁夫子与王林无仇 且王林从界外回来 日后定然在界内声明滔天 这种人物 自然要交好一番 且之前王林很是客气 也给了鲁夫子台阶 他鲁夫子若是还不识相 便白活了这数万年 孤儿要以此化解之前的不快 这番心思 王林自然也看了出来 便含笑点头 修到数万年的老怪 都是心智莫测之北 尽管不是所有人都如妖一般 但也绝不是幼稚小儿 鲁夫子微笑中 大袖一甩 直接便有金光从其袖子内甩出 在前开刀 但见那金光万丈 化作一条笔之大道 更有阵阵却乐之音凭空出现 渺渺而来 甚至在这金光大道四周 还有无数仙子虚应 妙慢五字而动 整个星空都被笼罩在内 在上方星空中 九条金龙笑声而起 盘旋飞涌 展露出一股浩荡声势 更有无数仙人之影幻化而出 错落八方 齐齐向着王林一拜 这种种幻想 很是隆重 言辞无法表露万一 以如此作派 显露出了鲁夫子对于王林的重视 更是借着那无数仙人的齐齐一百 算是对之前阻止王林 做出歉意 王林道有 请 鲁夫子笑声爽朗 在王林抱拳回礼中 二人同时迈步 不分先后 踏入那漩涡之内 一处处仙山幻化 瞬息就弥漫了这巨大的漩涡 更是在中心之处 幻化出了一片湖泊 湖水内竟然还有诸多仙子 嬉笑玩耍 水雾生气 将他们妙慢的身影只眼的若隐若现 很是迷人 在那湖泊旁 不知何时出现了一座亭线 旁边还有两个仙子坐伏在旁 手里拿着两个玉壶 阵阵仙气从那玉壶内传出 闻之一口 陷入心扉 严雷子与猎云子二人 恭敬的肃立在一边 复杂的看向猪人 四周的数万修士 慢慢的也靠拢而来 但在严雷子一声传音响 立刻散去 重新开始了布阵之事 二人坐在那亭线内 周景与灵动也被鲁夫子请下坐在那里 有仙子倒酒 鲁夫子端起酒杯 笑道 你我二人也算旧时 方才的不愉快 我们相逢一杯敏寺院 说着 他一口饮鸡 亡灵端起酒杯 神是一扫 一口喝干 双目顿时一亮 这就入口不落 但夏侯却化作烈祸 在体内直接流转 温暖全身的同时 更是翻出满口芳香 好酒 亡灵赞叹 王道友 老夫很想知道 你在界外都有什么样的经历 可否说来让老夫听听 放下酒杯 鲁夫子笑道 王林脸上露出微笑 把界外知识挑选了一些 简短的说了出来 他平淡的话语 落在鲁夫子耳中 确实让鲁夫子神色不断的动容 尤其是听到闪雷族背面 那化作天道出现在闪雷族圈阳的 七百万天地 王林所遇的一切事情 与散灵上人的存在 鲁夫子喝下一口酒 眼中露出凝重 七百万天地 好一个让人敬佩的散灵上人 此人修为虽不是大能 但其行径 却是有逆天地之心 旁边的灵动与周景 也只是大概知晓 闪雷族之灭与王林有关 从未听过这里面的事情 此刻听闻 纷纷动容 位置不同 看问题的角度也就大不一样 周景与灵动阿仁相互看了眼 沉默不语 严雷子与猎云子阿仁伴随在旁 也听到了王林的话语 均都倒吸口气 露出震惊之色 他们震惊的除了王林在界外的决动 还有对那散灵上人的敬派 王林前辈 那散灵上人 事后可曾遇到 严雷子犹豫了一下 抱拳问道 王林摇头 他在闪雷族之后被追杀 匆匆而走 却是在没有与那散灵上人有过联系 随着王林说起 界外长遵毁的追杀 那一幕幕惊险 让鲁夫子眼中金光闪烁 他们看出 这些王林所说全部都是真实存在 这样的经历 他自问自己换作对方 怕是很难度过 有关颠落之地 以及一些重点的地方 王林自然不会去提 但仅仅说出的这些 就足以让鲁夫子震撼 尤其是听到有关长尊之时候 更是让鲁夫子深吸口气 他尚且如此 就更不用说 严雷子与烈云子了 他二人听到这一幕幕凶险 终于明白了 王林这一身修为 到底是如何换来 看向王林的目光 已然带着深深的敬佩 那烈云子更是如此 遥想当年一幕幕 在看今日 心中复杂的同时 也知晓对方如今的一切绝非侥幸 王林目光落在烈云子身上 为陈寅缓缓开口 烈云子 王某见过你战家老祖 战兴也 他话语一出 但烈云子全身一阵 抬头中神色露出激动 向着王林深深一摆 还请前辈告知 家族到底在什么地方 烈云子不知道的是 战兴也虽然修炼到修真第三步 但是却已经死在掌椎手中 医生修为成为域外种族的道果 但留下的战志本源 却让王林受以肥解 因此王林才会将这一切 告诉战兴也的后人 算是对战兴也的尊敬 那么 王林之后要去哪里呢 感兴趣的小伙伴 可以点击关注 就能在第一时间 接收到更新通知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